有的鋼隔心血管和肺阻塞 受可能作成急性呼吸衰竭的风险 中华基督教病院推出心中 到胸腔来科共病科治疗 提供民众完整的健康教育 中华也提出民众有吃粉 而且是等级日不良治療环境的民众 一定要两天进行相关的检查 七十三回短生性 吃粉已经过六十年 日前因为健康十多 自己人都会窜 就去看医生 经过检查之后 就知道心中的肺梗和肺梗 出现他条例的状况 经过该分 新导管和吃药仔治疗之后 心中和肺梗的病情自己就改善 这六五山 经理于电疗 家母也有哪个经浪会窜 才来检查的 跟我们说分阴气的 我说不知道是哪电疗 贴得不够 现在有来的福建 比较不够 中级医疗中的林庆熊标识 目前已经建立冬天 中级就是发现有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趕快看医生 再当两天控制病情 最近天气变寒 大家朋友要特别注意 我们今天旧版这个 肺塌白 我们安心和安肥的记者会 就是要跟大家说 我们如果吃药之后 不但肺梗受胜 我们的心臟也受影响 所以大家会拜 如果觉得 形状渣渣渣 肺塌不下来 还是会加少 不要想说一定是感冒 还是说这是老花少 吃药少 你可能要来检查 心臟和肺梗的记忆 大家会保护我们的健康 有研究表示 在肺塌边的环架当中 有心臟会更一边 是一般人的两边 因为心臟如果上手不够 也会让心臟出现别变 如果是两边都会发生别变 希望率也会提倡 心臟华新闻里面红中华 蔡宏保德